2023雄征舞斗国际街舞大赛 昨天在设备一流的高流海音馆盛大举行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首创议演唱会规格来举办 也获得选手们的肯定 表示音响超棒 不用在世外超好的 活动也吸引超过2000民众来观赛 最后由IPLocus队伍拿下成人组排五赛的冠军 赢得最高奖金18万元 高雄市青年局指出 本届的赛事总计有548人参赛 为历年来的新高 分为排五赛 Battle赛及 K-pop 即播即跳 三大赛事 排五赛全台总计有57组 共389人报名 在一番激烈的竞争后 成人组冠军 由IPLocus队伍夺得 学生组冠军 则是ROTK Battle赛总计有100名好手 报名各路好手 同台尬舞 展现最原汁原味的街舞文化 FreeStyle冠军为张佑嘉 难度最高的Breaking主 进行冠亚军决赛时 两名选手使出浑身结束 以高超舞技获得满堂彩 也因为难分宣制 平省还要求延长加赛 最后冠军由林景吴拿下 他将直接晋级下周 运发局举办的 高雄P6国际大赛 总之选手 除了激烈的尬舞 千年局也举办了 一系列表演节目 两大毛孩高雄雄 与电音大猩猩轮番上阵 大猩猩身躯巨大 却超级灵活 五只奔腾 一出场就掀起了 另一波的高潮 而高雄雄蒙呆五只 可爱度破表 获得秘书长郭天贵 颁发可爱冠军 今年很特别的是 竞赛场地移师道 高流海音馆举行 里面有造价 上议员的曾经式音响 以及世界一级的声光效果 让参赛选手以及观众 都感受到极度的震撼 与挑战 已经来到第三届 很感谢这个文化局 跟运发局的基础 我们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这个街舞大赛 可以办在我们的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 这其实是我们台湾在举办各大街舞赛 是有史以来的最好的场馆 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场地 会让我们的亲人朋友有很好发挥的舞台 那我们今天这个冠军呢 可以直接成为我们下周 9月9号由运发局举办的这个霹雳舞大赛 成为他们的这个种子的选手 那我们霹雳舞大赛呢 其实就是要对接我们2024的这个 巴黎奥运的这个霹雳舞的这个项目 也算是一种国手的选拔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不只是跟运发局的合作 我们也将整体的这个街舞赛事提升到国际的等级 那我们其实不只是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街舞赛事 我们更是在平时有许多的这个训练跟讲座 我们将街舞把它变成一种表演艺术 也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讲座跟训练 有机会在未来这个毕业之后 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就业的方向 所以我们期待各位青年朋友来不只是比赛 更可以看到自己未来就业的方向 一样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